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在中国三年的疫情防空当中 次生灾害不断发生 本周又有一起事件引发网友的愤怒 那就是在周二 兰州一名三岁儿童昏迷之后 因为无法及时送医而死亡 甘肃省会兰州因为新冠疫情 处于封控管理之下已经数月 一个三岁男孩之死 再次在网络上引起轰动 据兰州公安七里河分局官方微博周二通报 在周二下午1时43分 兰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求助 称有母子两人在家中昏倒 其中一名儿童已经无法呼吸 通报称接到报警后 警方协助群众 于下午1时57分将两人送往医院救治 但是儿童已经抢救无效死亡 但是在周三 微博上一位认证为 兰州男童家属的网友 在网上则发文称 孩子目前已经下葬 他们要求为孩子讨一个说法 据家属所称 孩子父亲在家中发现妻子和三岁孩子 都出现可能是每期中毒的症状后 先后拨打了社区电话120和110 但是都没有打通 情急之下 孩子父亲想要自己送医 但是由于疫情风控 小区的工作人员不予放行 父亲于是提出用防疫工作人员的车辆送孩子去医院 当时孩子还有呼吸 这个方法也没有被允许 社区工作人员还询问他有没有做核酸 他表示他们小区是风控小区 整个小区已经连续10天 没有人给他们做核酸 最后父亲只能硬闯 带着病人冲出围栏 好心人替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医院 而派出所民警则是在孩子已经到达医院抢救的时候才赶到 最终孩子确认是煤气中毒死亡 认真为兰州男童家属的网友还表示 孩子去世之后 一位自称是当地社区前领导的人一直在帮忙协调 还有自称是民间组织的机构联系他 说要给他10万元 让他签个协议 同意不再追究社区的责任 但是家属没有签 只想讨一个说法 于是周三此事被曝光于网上激起名分 网友发的截图显示 附近的邻居发图评论 眼睁睁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求救之后无果 最终没了呼吸 防疫究竟是在保护生命还是在扼杀生命 抢救时间都浪费在了联系社区上 而且还联系不上 警方的官方通告称 该户居民使用液化气躁不当 造成萤氧化碳中毒死亡 但是痛失幼子的父亲对路透社的记者说 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 我觉得孩子是被间接杀死的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已经发生多次 在上周河北省保定风控区当中 有一个父亲因为家中的婴儿没有奶粉 情急之下带着刀出门给女儿买奶粉 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被警察逮捕 但是在舆论压力之下 警方只对他罚款了100元人民币 并且解决了奶粉问题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让网友感慨 如今买奶粉竟然要带着刀 这三年有很多孩子出生 他们都被称为疫情娃 经历了很多其他孩子没有经历的问题 对于兰州事件 一个话题标签一度登上热搜 但是很快被撤下 叫做三年疫情就是他的一生 网友表示 心酸的是孩子没有过上一天 没有核酸的日子 三年的疫情就是他的一生 随着民愤四起周三晚间 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显示 当地的警察已经大批进入该小区 进行戒严 面对激动的群众抗议 这边来的快不快 这边吃饭你们吃饭 看一下 吃不吃 看一下 看 看 看 走走走 走走 哦呦 哦呦 咱们往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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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对 往后对 往对 牛蝶 牛蝶 你 冰山刀离不见 这就需要防壤 and 风大了是吧 嗯冰山刀离不见 这人他都举着一次 哎呀你想想我 不要宠吧 你们的小孩伤害 与此同时爆发疫情的富士康郑州工厂 导致大量员工逃逸返乡之后 引发社会关注 周三富士康所在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 宣布实行7天全域静态管理 也就是封控 通告称静态管理期间 全区保持静默状态 实行交通管制 车辆禁止上路 并且区域内每天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全区所有的社区单位实行封闭管理 所有居民一律足不出户 拥有20多万名员工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员 是郑州规模最大的企业 10月份出现新冠疫情后 已经实行闭环管理 此前当地官方称 富士康厂区疫情总体可控 但是没有通报具体的疫情数据 郑州市本周二新增64起本土确诊病例 以及294起无症状感染病例 这数据远高于周日的5例确诊 和35例无症状病例 虽然中国个别地区爆发疫情 但是总体来看中国还是有放松防疫的趋势 周三一条关于贵东铁路坐火车 不再查验核酸证明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而从11月起 中国多地乘坐火车和飞机出行均有了新的变化 部分地区乘坐高铁飞机 不用再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11月1号广西地区的贵东铁路发布通告称 坐火车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禁北京除外 旅客只需要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测温进站 不过登上热搜之后 贵东铁路删除了相关内容 除了广西之外 广东的湛江市旅游局也在官方平台发布通告称 今天起乘坐火车离开湛江 不需要查验核酸证明 不仅仅是高铁 机场方面也有新的消息 安徽的合肥新桥机场发布通知称 出港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通知显示 鉴于合肥市已经没有社会面新增病例 自10月31号起 自新桥机场乘坐飞机离肥的旅客 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此前国家卫健委表示 国庆假期及前后的防控措施 执行到10月31号止 后续将会根据疫情形势 进一步优化完善相关措施 另外这几天腾讯可能会被收归国有 闹得沸沸扬扬 多方辟谣之后 周三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 中国联通旗下的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腾讯旗下的腾讯产业创投 设立的合营企业案获得无条件批准 消息一出 通信概念股周三下午波动剧烈 中国联通涨停 武汉反股东方通信 北伟科技等纷纷跟涨 而腾讯则上涨1.4% 据报道 新设合营企业将主要从事 内容交付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 联通和腾讯分别持有 合营企业48%和42%的股权 共同控制合营企业 中国联通的投资部门 和中国最大的私营科技公司之间的合资公司 是最近获得监管总局批准的15项投资交易案之一 也就是说认为这一合作不涉及垄断 另外周三 中国外交部表示 进博会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展会 其成功举办将会成为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亮点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本周六开幕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周三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对进博会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 是二十大之后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展会 赵立坚强调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他说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会继续向世界表明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相信本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将会成为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亮点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